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吴雷光 今天的台积电 让大家终于看到它的 四位数的千金之躯 台股也创下了新高 我相信现在台股的投资人 对我们台股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就算被拉回 对于未来台股的多头信心也是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有台积电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 AI 因为后面的科技一定都是以AI 做一个延续的动作 所以所有的东西虽然会越来越贵 但是速度会越来越快 所有的不管是人 或者其他的公司 都会很便利很便民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手上的个股 假设是属于趋势题材方面的 就算有被套到一点点 也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去追高到底好不好 那当然在这个节目上 我当然是不太会去建议说 做一个接高的动作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那如何呢 那当然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底部止跌的 底部止跌的 所以看我的节目呢 都可以看到我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 底部止跌的那一刻 那一刻喔 而不是底部起涨或翻扬 我再拿出来介绍 不会的 因为那个都已经涨上来了 我都准备要做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了 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的讯息 这个是今天7月4号 7月4号 请试驾获利出场2481的强帽 我强帽什么时候买的 7月2号买的 那到今天7月4号 那或许很多投资朋友都会想说 雷光老师今天的强帽涨幅也不错 为什么要把它卖掉 各位我有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呢 现在目前就是台股已经在高点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短打短赢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也想报 但是毕竟它是高点 如果今天是我认可的一个低点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会去做一个报的动作 那这档个股它未来会不会涨 我在这个地方 因为是节目中 我不便去做个评论 但是我有看到其他的股票 那我有看到其他的股票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以后买进的个股 最好两三天就可以走人 最好两三天就可以走人 那这样子的话 一个月下来 如果说每一次都有10%以上 我相信每个月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丰收 而不是这档股价涨到什么时候 就不会这样去想的 所以各位还记得吗 在这个地方我也告诉大家 油田 这个是强茂的上一档 强茂的上一档 然后呢 6月28号 6月28号除息 我也在节目跟各位讲说去买它 然后就在6月27号 这跟KK 最后一盘1.25分 试价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好 然后第二天呢 第二天就 如同他开那个股利 发放那个股利5块钱 然后呢 但是隔一天就涨停板 7月1号就涨停板 然后7月2号呢 7月2号 也是涨停哦 也是涨停哦 但是7月2号的时候 各位 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也跟各位分享了 这个是7月2号 请释迦获利出涨355的油田 那这档也是做了两三天而已 各位 那个两三天 加上这个两三天 这是连续的哦 中间没有间隔哦 这样加起来 2 30% 2 30% 了解吗 所以说 到底 到底是我要等他 赚到钱 还是说 我很快就可以赚到钱 我相信这个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既然是不同的做法呢 你就要 就要 选股的时候 就要知道 所以我在5月中 5月中 我也在节目上 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么呢 现在呢 一个月操作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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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一次呢 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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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涨跌停 是百分之十 那各位 油田也一样 然后呢 那个2481 强帽也是一样 所以我要去做这方面的等待动作吗 各位 这个是7月2号 这个最强帽的7月2号 最低是55.4 最高是56.1 所以不管7月2号 你在任何时间买 除非你在最后收尾盘的时候去买它56.1 否则的话你在任何时间收盘前任何时间买 收盘的时候你都是小赚 你都是小赚 就算是你买到56.1 跟这个地方在最低也不过差7毛而已 也不过差了7毛钱 对不对 所以7月2号 这个地方就要考验 你敢不敢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就要去做个考验的动作 那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技术派的 你看着这样子叠下来十个交易日 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呢 你一定会做观望的动作 然后7月2号你就进场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到了7月3号的时候 一下子这边是跳空 这边是跳空 对不对 56.1 开盘就是56.9 开盘就是56.9 所以或许你会想说 那等它拉回来一点 有兴趣的时候我在做买性的动作 但是没有 就从这个地方一路涨上去了 到61.5 插一档涨停板 就插一档涨停板 那所以说昨天我在看墙帽的时候 不管它有没有涨停板 我都会先做一个隔着的动作 除非它击杀 但是它也没有 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卖场的动作 但是昨天就会有规划 今天要不要卖 对不对 今天要不要卖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会员 现在呢 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去做 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去做 各位 一个月至少20个交易日 至少20个交易日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做法 你一个月你可以有几次的10% 我这样讲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目前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 那我既然在5月中旬讲得出来 不管是6月份 不管是现在的7月初 都是如此 所以说各位你看我6月初的股票 5月下旬布局的新顶 4根涨停板跳空 那个就不用卖了 因为它跳空 对不对 那那个呢 耀月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安泰科也是一样 这些呢 至少至少都三根涨停板 算我运气好 算我选股对 所以呢 超出了这方面的盘算 超出了这方面的盘算 有的一档股票 就已经有3个10%了 所以你不要太贪心 我一定要这档股票 涨个一倍什么之类的 或许你不贪心的 去选股乐观一点 你可以选到 你让你意想不到的股票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今天把我的强猫卖掉 我会不会心疼 不会 因为这是我的操作 目前的策略 了解吗 这是我目前操作的策略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也希望各位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式 你也喜欢的话 你也喜欢的话 就加入我的行列 昨天呢 有很多人加入我的LINE AT 咚咚咚咚咚咚咚 手机就一直在响 一直在响 然后我就一直服务 一直服务 一直做回训的动作 各位 对不对 我回给各位的是我本人 这个地方我在节目上 慎重的跟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说明的报告的服务 是我本人 这种的事情 我不会交由 我交由 什么小编 或者说我的特助 去做回复的动作 不会 一定是我本人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不相信 辽光老师 我们可不可以 视信通话 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 通电话 可以 一定可以 一定 只要你写得出来 30秒之内 我们就可以通电话 甚至更快 10秒之内 了解吗 所以说一定是我本人 在现场及时的 做服务动作 所以各位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什么诈骗集团 不用担心 好 然后呢 有一个投注朋友问我 这个投注朋友问我 好 这个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7月3号 那个是7点45分 正好我节目中 节目中他就跟我赖了 然后他跟我说 他有这档做空的 他一共给了我两档 一共给了我两档 那另外一档呢 另外一档我今天就不在节目中 做一个说明的动作 不做说明的动作 我会跟他做说明 但是在节目中呢 我就不做一个说明的动作 然后呢 各位 这个投注朋友非常的有魄力 因为他是做放空的 然后他也跟我说 我不做多 我放空没有怕过 像这样子的魄力跟胆量 讲真的我非常的佩服 我非常的佩服 做股票就是要这个样子 好 然后呢这个是第一档 这个是第一档 这个股票呢 有上影线 而且收黑 有下跌的迹象 那停利呢 就先抓 时日线跟月线之间 那今天我看了 刚刚遮住的那一档个股 今天留的上影线就更长了 所以这位投资朋友 这档个股呢 就按照我的方式 这样子去做就可以了 那我也希望这个地方呢 他可以跌得更快速一点 好 那但是第二档呢 在这个地方 就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 罗森的操盘手在嘎空中 我不秀出罗森的这档的K线 但是他今天是涨停板的 但在这个地方呢 我不是要去做一个说明 不是 但是呢 昨天写这一段话的时候 其实呢 我心里就在想 如果说投资朋友 在目前这个地方 要有规划 要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不管是好 不管是坏 但是有一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我如果做多一档股票 我一定是在一个底部止跌 这是我的宗旨 这是我的宗旨 我不是胡说八道的 我在节目中 介绍给每一档个股 都是底部止跌 而且我是在节目中介绍 一开始止跌的那一刻 我就拿出来介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等它涨上来 我再来介绍 不会 所以底部止跌 是我做多买进的宗旨 那如果说我去放空一档个股呢 那这个地方会比较难一点 比较难一点 怎么说呢 如果说今天它的股价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各位我们要 我们要衡量 衡量八个字 那这八个字就分成两段 一段是股价高估 另外一段是股价强势 如果是股价高估 你去放空它的机会 这个获利的几率非常的大 如果是股价强势 你去放空它的话 那这个地方 获利的几率就没有那么大 那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叫做股价高估 什么样的状况叫做股价强势 这个有所区分 有所区分 所以说如果说你不了解 现在这档个股的股票 在这个位阶的这个股价 到底它是属于高估还是属于强势 各位不要冒来行动 那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 没有关系 你就加我的light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台积电 来到1010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各位台积电来到1010 1010 我相信这个价位 或许在他们公司里面 就已经规划好了 就已经规划好了 那等待的是什么 等待的就是一个时机 就是一个时机 那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让我们终于见到千元的台积电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想 那到底后面的台积电要怎么操作 还要再买吗 要不要再买 那之前的节目我就说过了 如果今天 之前我跟各位有报告过 就是说 假设你把台积电视为ETF 我相信你买台积电 不会想要赚它的价差 它今年会如此飙 我相信跌破大家的眼镜 对不对 它会涨 我相信大家都猜得到 都想得到 但是会这样子涨 尤其是今天会这样子跳空 我相信大家应该就 没有那么的容易 做想到的动作 所以说 今天你超多一档台积电 你要把它视为一个ETF 那我相信 这个地方只要它做拉回 你再去加码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来讲 ETF的主要宗旨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做长的 不管是几年的 都是很长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各位 如果以台积电 我就以这个地方来讲好了 做一个比较 今天各位有做ETF的 这个就一定要看 4月19号 好 4月22号好了 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是740元 然后最高今天是1010 这个地方的涨幅有三层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你手上的是0050 这个地方的涨幅也将近三层 也将近三层 了解吗 那为什么这两档会这么接近 因为0050里面 台积电的占有率非常的大 非常大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呢 其他没有台积电占有率的影子 在里面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就要多想一想 要不要去做这档ETF了 比方说00940 他还是没有创新高 00929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都比大盘比台积电弱 00919 也是一样 而且他这个幅度都不大 这个地方是23.6 算23.7 那这个地方的高点也不过27点多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加起来只有多少 大概只有13.4%而已 那0056 0056也差不多是13.4% 这个地方是41.96 算42 但这个地方是37 这个地方算37 所以各位相信我就对了 你不要想说现在又有一个新的ETF 那边又有一个新的ETF 这些ETF如果没有跟大盘同步 各位 除非你认为它比大盘强 现在的ETF 只能说等同于大盘 几乎没有看到比大盘强的 那今天立即购加一 到底哪一档股票 是我在今天送给大家的立即购加一 待会再回来跟各位说明 我们先进广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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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道听途说 追够股票 赚少赔多 3 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些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获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吗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城通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通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有投资朋友在赖上留言 黑光老师你好佛心哦 你把你的节目分成两段 然后一个是早上盘中 你也可以做服务 一个是今天以前我们的大盘的盘式 还有你手上怎么带会员进出股票的讯息 的操作都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我是觉得说既然在这个周围上 你有没有参加我的会员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当然是重要 但是我总不能去强迫你 所以说当你想要的时候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等到你的 因为你会看很多节目嘛 到时候比较起来 你就知道谁的实力才是真的 谁不会说谎 各位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立即购加一 这个是盘中服务 所以呢你如果在每天早上 9点55分左右 看完我的节目的时候 你想要知道 待会有哪一档股票 可以做当冲的 你就打电话进来 或是待会加入我的LINE 也可以立即购加一 好这个是昨天 7月3号的 然后呢我们镜头近一点 这个是9点57分 这个投资朋友赖进来 然后我是9点59分 59分告诉他 3455的油田 各位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昨天7月3号的油田 好这个是9点 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低点 而这个低点正好就是9点59分 然后就一路上去 一直到10点53分 10点53分 来到了131.5 那9点59分呢 这个是123 那这个地方呢 有6.7% 那涨了多少 涨了8.5元 这个是昨天的 昨天送给各位的立即购 今天呢 各位 今天上午9点56分 立即购加一 我先把我这个地方遮住 到底是哪一档我遮住 但是呢 我给他的时间是 10.01 10点1分 我们先看这档股票 我们先看这档股票 各位 这个K线你会不会有兴趣 好 你敢不敢买 这个是7月3号 我们镜头近一点 再远一点 谢谢 好OK 谢谢 谢谢 这个是7月3号 这个是7月4号 今天了 7月3号的K线是留下上影线 比照于前开的4月中旬 126的高点 各位 你会想要买这档个股吗 去做当冲吗 你会不会想说 他会不会突破 4月中的这个126 这个就要靠经验了 就要靠经验 那我会 为什么我会呢 各位还记不记得 1月23号的时候 1月23号的时候 这个是1月23号 这个是1月23号 我告诉大家说 NVIDIA这档散热 3017的旗号 会突破 会突破 要注意 要注意 因为那个时候在盘中 所以就没有 没有去做一个说明的动作 那今天这档个股 各位我们看这里 汉克这档个股 汉克这档个股 我们镜头近一点 各位 这个是10点 这个是10点01分 这个有点小高 然后被拉回来 被拉回来一点点 这个是121 然后到了10点46分的时候 涨停板 涨了7块 5.8% 各位 刚刚这档是遮住的 10点01分 看这档的档名叫什么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3402的汉克 所以说 那样的一个情形 它未来的股价 我先不去考量 我考量的是 我明天去做一个当冲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 有那个企图心 把4月中的那个126 把它做一个突破的动作 这个才是我要去做一个 考量的动作 而不是说 你会涨多少钱 因为立即够中止 是什么 就是今天呢 去做一个买卖的动作 我希望呢 立即够中止呢 能够让你 能够让你当天赚钱 加入我的Lite 加入我的Lite 扫描QR Code 或者是 at888WIN 不管怎么样 赚多赚少 都是赚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